说到燃气的话题 我们要跟大家说 咱们必须得了解燃气安全的常识 这一点说的太对了 你就说我们家吧 这几天我们小区也正在进行燃气的入户检修 这检修人员到了我们家之后就发现 这个灶台的火苗不太足 什么情况呢 我就说了这火苗一直都是这样的 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紧接着一看这个连接管 发现这个被灰尘堵住了一半 那赶紧就更换吧 之后你猜怎么着 灶台出火就正常了 这检察人员就说了 如果没有及时检修发现的话 这个管可能就越躲越厉害了 这听着细思极恐太后怕了 检修太及时了 当然不只是在你家呀 最近这段时间呢 全市各区都在联合燃气企业 开展燃气安全整治行动 大家也都跟着学了不少常识呢 现在我们测试一下 细活保护是否灵敏 打开灶具的火焰 然后调到最小火 用铁片将火焰和热电藕 摊震割离开 好 现在割几秒后自动洗灭了 没有天然气泄露 所以这个树枝 这是零的 它不报警 所以证明这个自动洗活保护整治 是零没有效的 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要求 现在使用的燃气灶应该具有自动 吸火保护装置 除了点火针 还有一个热电藕金属碳针 比如烧水时 水流出来可能会把火熄灭 碳针感受到温度变化之后 就会自动中断供气 防止发生漏气 而在检查中 工作人员也发现了问题 燃气自闭法 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可不小 如果发生了停气 胶管脱落等情况 它就能有效防止燃气泄露 工作人员也提醒居民们 如果这个装置自动关闭了 再次开启时就要这样做 比如有停气情况 关闭了 停气进来了 停气之后 要是回复 这个方请请踢 就是上面这个 停留就在5毫米的位置 这就证明它是正常开启了 你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如果它是到这种状态 证明这个 这个方是关闭的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朝哑 这个方会踢到这种状态 这也不过气了 后边气缘也都割断了 把这个造具打开 把压卸下来 它自然就回来了 这保证您用气安全 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 一旦发生漏气等情况 应该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 并联系企业进行维修 发现有漏气了 进到厨房里头 发现有臭鸡蛋的那个味道 马上把窗户打开 开创通缝 把表情的发门关闭 到室外拨打电话 2300677起 或者是96677 王阿姨家的燃气灶 已经用了十来年了 炉头变形 还出现了缺口 如果继续使用 存在安全隐患 当天工作人员就帮王阿姨 把新的燃气灶给换上了 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除了在居民小区入户检查之外 燃气公司和相关部门 对于经营商户 也加大了检查和回访力度 不要断电 当有燃气泄漏的时候 它会有奉明省会报警 报警就是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目前全区34万余户的燃气用户 已全部入户完检 全区2800余家使用燃气的 餐饮场所和公务场所 以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 正在这一天的战争 其实副 对于 谢谢大家